而现在要喝咖啡的话 连锁咖啡店的选择是真的很多 但是也爆发了这样的商标争议了 网络上拥有高原器幸福吐司 因为以爱恋65度C为商标 结果呢这是被咖啡连锁店85度C控告清权 不过却遭智慧财产局驳回 理由就是这两者的商标其实有明显区隔 应该不至于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 刚出炉的吐司外皮金黄酥脆 柔软又扎实的内线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食指大动 简单的白吐司就算不打广告没有店面 光是靠着顾客口耳相传 也能在网路上发烧热卖 靠成吃了会让人感到幸福的吐司 以爱恋65度C作为商标 主要的销售通路是网路团购 不过日前却遭到知名连锁咖啡店85度C 控告商标侵权 让吐司业者意外又纳闷 把两家商标仔细比一比 数字都是左高右低 英文字母C同样摆在右边 左边也是另外加上文字 让85度C认为商标相似度太高 容易造成消费者混淆 一边卖吐司一边卖咖啡 智慧财产局也认为两者有明显缺隔 予以驳回 现在85度C也放弃上述 才让花莲吐司业者终于松了一口气 中天新闻 许玉璐王嘉玲台东采访报道